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性情蜜语》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情趣小调,调皮话语下的挑逗游戏 2.秘密花园,探索彼此的快乐地图 3.温柔的征服,用耐心解开心扉的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情趣小调,调皮话语下的挑逗游戏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情趣小调 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它涉及到语言的艺术 心理学的巧妙运用,以及人类社交互动中最为微妙的部分 情趣小调,就像是一场精致的社交舞会 每一个步伐,每一个眼神交流都充满了意味 首先,我们的承认,调皮的话语是一种社交的调味品 它就像是在一道精致的法式料理上撒上一点点的海盐 恰到好处地提升了整体的风味 当然,这需要掌握火候,太多了会让人不舒服 太少了又显得乏味 情趣小调的艺术在于它的双关语和隐喻 这就像是一场语言的魔术表演 表面上看似无害的话语,背后却隐藏住一层层的寒意 这种话语的魅力在于它既能够让人会心一笑 又能够在不破坏礼节的前提下传达出一种轻微的挑逗意味 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派对上有人向你投来一个眼神 然后轻描淡写地说 你知道吗,这个房间里最迷人的风景不是那幅挂在墙上的画 而是站在这里的你 这样的话语既不直接又足够让人心生遐想 当然,情趣小调也是一种社交游戏 它需要双方都懂得规则才能够享受这场游戏 如果一方不懂得这种暗示的语言 那么这场游戏就可能变得尴尬 所以,掌握情趣小调的关键在于读懂对方的反应 并且随机应变 在历史上,许多文学作品和戏剧都充满了情趣小调 从莎士比亚的喜剧到法国宫廷的风流运势 这些作品中的角色们总是能够巧妙地运用言语来进行异常常心理和情感上的角力 总之,情趣小调是一种社交的艺术 它需要智慧、幽默感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在交流话语 更是在进行一场心灵的舞蹈 所以,下次当你想要在社交场合中增添一点情趣时 不妨试试这种调皮的话语 看看能否在这场挑逗的游戏中跳出一段优雅的舞步 不过记得,别踩到别人的脚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秘密花园 探索彼此的快乐地图 好的,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被称为秘密花园的神秘领域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亲密关系和性快乐的奇妙之地 在这个花园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快乐地图 而探索这张地图,就像是参与一场寻宝游戏 既刺激又充满未知 首先,我们得承认,谈论秘密花园并不总是容易的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最私密的部分 但是,就像原意爱好者对待他们的玫瑰一样 了解和照顾我们的秘密花园可以带来巨大的满足和喜悦 现在,想象一下,你的伴侣就像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而你的身体是一片未被完全揭开的土地 你们的任务是,一起绘制出一张详尽的地图 标记出所有的山脉 河流和肥沃平原,也就是说 找出彼此的敏感区域和喜悦点 这个过程可能会充满挑战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此路不通的标志 或者发现某些宝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容易找到 但是,正如任何好的探险故事一样 最重要的是旅程本身,而不仅仅是目的地 有趣的是,这张快乐地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发现新的快乐点 或者旧的快乐点可能会迁移或改变性质 这就要求我们像是一位精通地理的学者 不断学习和适应,保持好奇心和开放性 而且,别忘了,秘密花园里的每一朵花都 需要特别的关注和护理 有的花喜欢阳光,有的则偏爱阴凉 有的需要细心浇水,有的则要求适度的空间来成长 了解这些细节,就能让你的花园更加繁荣和多彩 最后,记住,秘密花园的探索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它不仅仅是关于你的快乐,也是关于你的伴侣的快乐 通过相互沟通和分享 你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充满爱、尊重和快乐的空间 所以,拿起你的探险装备和你的伴侣一起 勇敢地踏入这片神秘的土地 记住,每一次探索都可能带来新的惊喜 而你们的秘密花园将因你们的共同努力而盛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温柔的征服,用耐心解开心扉的锁 好吧,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温柔的征服 这不是一场战役,也不是一场体育竞赛 而是一种艺术,一种用耐心和细腻的情感来解开心扉的锁的艺术 首先,我们的承认,人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比古埃及的金字塔还要难以探索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心非紧闭的人,他们的新门笔,哈利波特,里的古林格银行的金库还要难以打开 但是,这正是温柔的征服发挥作用的地方 想象一下,你手里拿出一把钥匙,这不是一般的钥匙 而是用耐心,同理心,细心聆听和真诚构成的钥匙 这把钥匙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能够打开最坚固的新门 有趣的是,这种征服方式不需要你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穿上盔甲 也不需要你像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威廉·华莱士》那样高喊自由 相反,它需要的是一种微妙的力量 一种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人心的力量 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在古代,有一位国王,他的心像他的城堡一样坚不可摧 许多人试图用权力,财富和地位来赢得他的信任和友谊,但都失败了 然而,有一位普通的乐师,他只有一把破旧的琴和一颗温柔的心 每天晚上,他都会在城堡外弹奏他的琴 起初,国王并没有注意到这微不足道的乐声 但随着事件的推移,乐声像春风一样慢慢吹开了他心中的冰霜 最终,国王打开了城堡的大门,邀请乐师进入 他们成为了朋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乐师的耐心和温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最降大的国王,也无法抵挡温柔的力量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面对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心强时 不要急于用力量去撞击 相反,施主用你的耐心和温柔去慢慢解开那些心非的锁 记住,最伟大的征服往往来自最柔软的触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情趣小调,秘密花园和温柔的征服 都是关于人类亲密关系和性快乐的话题 情趣小调是一种社交的艺术 需要智慧、幽默感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秘密花园是关于探索彼此快乐地图的过程 需要相互沟通和分享 以创造一个充满爱、尊重和快乐的空间 温柔的征服则是一种用耐心和细腻的情感来解开心非的艺术 需要真诚的关心和倾听 这些话题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人类亲密关系和性快乐 是复杂而又美妙的领域 它们需要我们对自己和他人有深入的了解 以及耐心和温柔地与他人相处 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快乐 更是关于与伴侣共同创造幸福和满足的过程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情趣小调、秘密花园和温柔的征服 有什么看法或者经验分享吗? 欢迎留下你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神秘而又美妙的领域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